啊 我的 把你寫上去跟上 爸 李莫軒 我對你那麼好 我為什麼害死我 我也不想這樣 把財產給我 那我只好用些手 我已經下令各大媒體登出鄰家大小姐 那左邊站的 在婚禮現場發瘋 親手殺死就是負心的性惡 瘋子的話 沒性感 來人 把他給我抓起來 送進去前 給別人 我看誰想過 李莫軒 我之前一直都去 你就算是球 你愛的也是我根本就不是我的錢 今天這個車 就算你是我 別找關了 不會吧 李莫軒 李莫軒 有著 啊 你這個人是誰 我車車車在哪裡 李莫軒小姐打來電話說 他要和理事總裁李莫軒結婚 他竟然是周自衡 周自衡 不僅是親酒不衰的周氏家族家族 更是海市最大的財產長全員 兩道的人都不敢得罪 甚至要進海市做生意 就不需要經過他的同任 不如你 所以商界都孫稱他一聲 周瑜 而且周靈兒 而且周靈兒 就是他的養女 所以李莫軒才有能力謀害我家 我怎麼能不恨 希望你作為他的父親 能在一周後出席的利益 周瑜怎麼能看得這麼長的 告訴他 我會去 是 瞄準的位置 朝這兒 瞄準的位置 朝這兒 我才會死 你沒事吧 你誰啊 憑什麼欺負他 你又算個什麼 什麼叫我算個什麼東西啊 我們憑什麼隨便欺負人啊 喜歡蠢英俊 我倒要看看 誰還敢想 背心你跳支舞嗎 好久不見了 林 親 密 你害得我家不容易嗎 我恨不得這輩子見不到你 放開我我要殺了你 你以為你們家變成這樣 是我和李莫軒穿同好嗎 那那不是嗎 那我為什麼救你 你救的我 為什麼 周家和林家是友好的合作關係 我怎麼能見死不救 再說了 李過軒那種垃圾 他還不配跟我的合作 難道周靈兒真的這麼大膽 動用周家人對付我 都不跟周四恒說 你先好好休息 之後我會找個地方安頓你 我會找個地方安頓你 但從來沒有人知道 這塊地是在誰手上 我可以把他給你 你想用他跟我換手嗎 娶我 我叫蓮青蜜 一周之前 我的前夫李莫軒 串通情人周靈兒 奪走了我的家產 我本應該命送黃璇 卻被周靈兒的養父周四恒意外救下 為了復仇 我決定嫁給山戶仇人的爸爸 從今天起 我叫溫墨 我要讓那些傷害我的 全部受到懲罰 周小姐不愧是周爺的養女 現場婚禮佈置 八千萬 這哪需要周爺出呢 周小姐嫁給的可是 還是新貴的李總 八千萬都不在話下 爸爸和阿璇都太下意我了 所以才能成這樣 其實我無所謂的 周爺的 自豪 很榮幸見到各位 這位是我的妻子 溫墨 怎麼可能 他明明是林青蜜 別衝動 你沒看到他那張眼罷 他就是你 青蜜跳樓自見 你和我們親眼看見 這個女人 確實找他都有點像了 那我們就這麼看著 那能怎麼 他可是周爺帶回來的新婚妻子 你全能接受這個 你原以為我跟李莫軒結婚會讓你們意識的嗎 身邊最重要的女人就是我 可你卻和一個貌似是林青蜜的女人結了婚 李莫軒結婚 詳燕 詳齡的女人 我的副程序目 你先拉開 你們 准备好了吗 凌儿 来 叫妈 妈 你太欣欣了 还这么还没进场呢 警察 我没有安排 是我安排的 你第一次和温墨见 你输的女生 莲儿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跟你差不多大 你那时间接受不了的话 也正常 这不莲儿 这还是您安排的 我怎么能不照做呢 妈 真的 我就知道 你心里是有我的 茶太烫了 没有 没有 还好夫人喝的不多 没有生命危险 后期你们一定要给他好好调理 有 这都不是个瞎子 对啊 永远都是不会 我在跟我的女儿说话 外人没有资格 插嘴 这是我自己的婚礼 我怎么可能当中杀人 反倒是他 一来就整出这么大风景 我看是他想害我 他跟你无冤无常 怎么会害你 你刚才没听医生说 只要我么多喝一口 他就可能没命了 说不定医生都是跟他传统好 毕竟他也没针死 来人 把那部茶拿上来 周爷 你不相信 喝光他 喝 喝 周爷 肯定是帮拥了一个人手脚不干净 我现在就去调查 下去吧 是 还装 没想到 周爷可以为了我 去毒死自己养女 看来你也没有传出状态的女儿的 没想到 周爷可以为了我 去毒死自己养女 看来你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疼爱她 哪有你狠啊 敢自你对自己下毒 我死都不怕 中毒有什么好吧 可我说了 前提是不能伤害到周琳吧 他让我的婚礼变成了我父亲的忌日 难道我还得看他幸福快乐的结婚 我还得看他幸福快乐的结婚 我还得看他幸福快乐的结婚 我说了 你要想得到这块地 就该帮我完成复仇 来人 吩咐下去 夫人需要尽快排进毒素 从今天起 就只能喝水 吃粥 我不用 我不用 年轻民 你手上的筹码太少了 别做不听话的合作伙伴 我说了 我说了 我不想喝 不是的夫人 是小姐分 我让你去课题 周琳 他想在说 您长得吴不勾 温沫 你来了 这三位是海市前几大集团总裁的太太 我特意在晚宴前请他们来喝下午茶 什么晚宴 成年每年都会举办的众多好门晚宴 竟然不知道 看来周夜知道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海面 以前我不爱热闹 所以从不出席宴会 没想到周江竟然还有这种安排 行了 你们别这样 温某也是没经历过 周莲儿 你对外面扮演温柔善良的淑女 我可不奉陪 无聊 我听说周夫人爸妈死得早 这一看就没有教养 就你吗 还不配提我爸妈 你是个贱人 怎么回事 是因为今天早就不送 这么周也 既然周一看不了他 那以后 哥家旗下的所有场所 各位及亲友 也都不必在了 是我用口水传来惹 都虽然不开心了 您想怎么想想我的心 怎么落下 是不是 那就请三位太太跪下 什么 给我操心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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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提到杨雪很没有教育 啊 没 没有 是你会不会的事情 我看这周夜哪里只是宠他呀 简直当他是个宝贝 我可得对不起了 你也少招惹了 要是周夜告诉我老公 老公不得打死我 哎呀 赶紧走吧 哎 喝点粥 我说了我不喝 再不喝 就终止合作了 我自己来 老公 这粥好好喝啊 好喜欢啊 好好说话 站住 送完同样的粥去我房间 这粥是周夜自己亲自熬的 只有我做一个粥 他亲自熬的 我待在周四横身边这么久 还不知道他会下厨 给我滚 问我 你要跟我争执 那就不会我下手太可疑了 闺墨 为了我们方便出席晚宴 我要他们把礼服送到这里来了 你会记录吧 我记录 闺墨 那天 是我 不该喊那几位夫人来的 我也是好业 你会原谅 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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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衣服 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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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录 好了吗 好了 我们去逢天吧 你干什么 你别着急 我给你找了几个人伺候你 就当是我这个女儿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莲儿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味道 好像 是有个甜味 你竟然给我下药 哎呀 有点凉不凉 你怎么敢的 他怎么不敢 还有 多点 我提醒你一下 你要是敢去告诉李墨轩 我就是林青霓的话 那我不会是和周四恒说 你是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凶手 我估计那样的话 你乖女儿的形象可就维持不下去了 而周四恒呢 他作为海市唯一的长成人 又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形象呢 你这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的 不得好死的是你和李墨轩 算了 你安排的人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别浪费了 好好享受一下 不行 你必须带我走 林青霓 我不会放过你 我会让你继续 去哪里 不会放过你 我会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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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放过我 你看 我会放在哪里 这次好了 是我 你终于来了 你 你 你是人啊 你该履行丈夫的义务 你认真的 你该履行丈夫的义务 我都说了干了些什么呀 行吧 不舒服 就别乱动 我先生命 昨天就是个意外 意外 我怎么觉得 你是在故意勾引的 昨天都是重 他那么宠周灵儿 如果知道我对他做了坏事 我干嘛勾引你啊 我又不行 因为我是你老公啊 嗯 是协议结婚 又不是真的 走了 周夫人的真叫我 难怪周总 没通知医生是结了婚 这次啊 特意给大家带来认识一下 他叫 温沫 你好狠气 温沫 你好狠气 灵儿 别冲动 灵儿 你这怎么回事呢 没事吧 我就算不拆穿的身体 我也有办法 灵儿 温沫 我不过就是顶撞你几句 你就把我锁起来 不让我参加宴会 难道就是因为 我不是父亲的亲兄女儿 你就可以随随便 骗起火吗 周爷 灵儿的父亲 可是为了救您 才去世的 就算温沫是周家的人 也不能重他 没错 这做牌 可干扰不了周家夫人的位置 叔叔伯伯们 灵儿也不想闹 可是他温沫 做事实在是太起人太甚 灵儿 你糊涂呀 你怎么这么随便呢 这妈都是为了你好呀 这原本偷拍视频的人 他还想敲诈咱们周家 我拦下来了 他想着 就不和你说了 我再女儿留点面子吧 但我也没想到 我知道 这后妈挺难做的 但我真的一心为了你好呀 周夫人为了你 一切尽情尽力 你去 赵孽 天哪 周灵儿看着平时大衣服 大家被修的样子 没想到私底下玩得这么大 又是陷害后妈 又是你老朋友戴背帽子 孟师 周灵儿 在我这个苏西北前做得很好啊 我没有 只好 来人 把他给我拉下去 关进房间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他出门 拉下去 我错了 我错了 满意了 你答应过我不会动靠 是他先招惹我呢 可你明明可以避开 你为了报复他还是这么做的 你就是不信任 我说了不会让别人欺负你 我要是告诉你的 你应该转身就可以去报他 毕竟你可是人家的 货气 原来你一直都不信 都不住了 周灵儿有关心事 没有 管家 你说 如果要讨好一个人的话 我应该怎么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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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几天立规 如果夫人能去公司 送爱情晚餐 先生一定很开心的 谁说我要做好餐啊 我 我又不会做饭了 先生也不会 不过夫人中毒时 喝的那粥 那可是先生亲手熬吃的 那粥 是什么 就是个信任 我说了 不会让别人欺负你 管家 我想学做菜 你帮帮我呗 你帮我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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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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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吗 是是 来 我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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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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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飞呀 没事夫人 慢慢来 慢慢来 在这 嗯 嗯 我都这么有诚意 他应该会理我一下 这应该怎样是 我呗 夫人 您怎么来了 我来给我亲爱的老公 送饭 老公 你都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肯定没吃好吧 嗯 亲手给你做 嗯 可能做的不算很好 你不必嫌弃我吧 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我怎么会嫌弃 嗯 嗯 嗯 周爷和夫人的感情真好 还特意送晚餐过来 夫人 应该精心准备了很久吧 你陪了我好几天都没回去 要不 你也尝尝 谢谢周爷 老公 老公 你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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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你怎么还吃啊 吃香了吗 确定就约下去了 之后 我要是在小报 或者哪里看到 容小姐婚后私生活困惹 的父母 所有宴会上的人 我都上门拜访 若有泄露 我自己了断 绝不会脏你的手 说的这么好听 还不是为了周灵儿 夫人 您怎么来了 我来给我亲里的老公 送饭 你怎么还吃啊 气瞎了吗 我本来也没生气 听到我和助理的对话 还能不生气啊 你那天在宴会上 放周灵儿的不表视频 确实伤害得了周家 在海市的面子 我不可能不管 那天你和他出去试装 我就派人跟踪保护你 是防止出现意外 你不是很护着周灵儿吗 清明啊 我答应过周灵儿的父亲 好好照顾他 但不代表他伤害你 我都视而不见 我也知道你们不合 但我没想到 你的胆子这么大 是我那天没考虑到你的胆数 对不起 原谅我一次 一句对不起 最想让我原谅 那你想让我怎么不想 自己说 夫人 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 夫人 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 站住 说 是不是我让你去查 李莫轩有动静了 对 我们顺着跟踪他 抓到了一个叫老虎的打手 他说李莫轩 我现在当时为了侵占林氏的家长 曾经通通联系过林氏所有的股东 林氏所有股东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爸对股东那么那么好 他们怎么可能接近你墨轩 老虎说 你墨轩案里学的体面股东可能好处 那些股东 也早就临走 惠名不利己的做法 有所愿意的 所以 去报道 我 怎么会这样 好人不应该很好 嗯 李莉莉去世的人 最主要是李莉莉胜安 他们不会有好下场 老虎还说 林莫轩曾经提供过 他和几个股东交易的凭证 偷偷存在家里 如果出事了 就让他们下水 拿到凭证 给我把李莫轩送进监狱 你下去吧 是 只有你 只有接信李莫轩 得到他信誉 才有可能能够凭证 我要进李莫轩公司 从他手里多亏 我给你 解决 害我成为全海市的效果 还敢来找 李总 周爷跟周夫人来 李总 哎呀 周爷 您怎么来的 我应该安排全公司迎接您才对 比较幸好 之前刘尔做的那些事啊 伤了你的心 我今天特意来公司看看 你这儿去不需要帮忙 都是些 小事 我带你参观一下 算好了 我听说莫轩这有好茶 正好我肯定 公司的事情也不感兴趣 那他不对 我 好 那你们先喝茶 喝完这个招 你早 不好好感谢我一下 感谢 感谢业母大人 当众放出我老婆的不眼视频 让我带点绿帽 哎 别急着走啊 这周灵儿背叛了你 你也可以背叛他呀 哼 愿不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吗 我这是在嫉妒他 你嫉妒他 哎 我这本来以为吧 我嫁给了海市最有钱的男人 你看啊 我这辈子衣食无忧无收入 我还能花钱 如零水 但是我没想到 周自衡这个男人 他不仅年纪大 他还专制 一分钱他都不舍得给我花 你也知道 那个周灵儿 他又不喜欢我 说要是等周四很老了 我肯定没有活路啊 我知道 明想在海市场 用一番事业 我帮你把周四的商业 向我偷过来 你给我钱 这不就是双赢吗 想要获得李莫轩 这种人的信任 就必须得让他相信 我跟他是同一种人 见利忘义的人 他跟青丽长得还真是像 我跟青丽长得还真是像 那种人出婚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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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喜欢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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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go 我年龄大于专制了 你偷听啊 我 世间天气 万一李莫萱对你动手动脚 我进去就直接给他躲 不是 我那么说 谁 是为了帮她的信任 我自己可绝对没有这么想过 嗯 敢想 之后什么打算 我打算好吧 我想来这里上班 寻找偷证据的机会 啊 不过我觉得李莫萱这人太狡猾了 我如果想立刻的让她信任你 不是李莫萱 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获得她的信任 嗯 不过 不过什么 这件事是啊 我可没做的是蛮好处 嗯 哎 你别乱来啊 你要什么好处你说嘛 这可是你说的 说话算话 行 你在李莫萱那里上班可以 嗯 但是下班时间 不能超过八十八年 嗯 不是啊 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怎么还有您进呢 再说 你是我老公 又不是我爸 哈哈 哈哈 请各位面试者 在这里面试 来面试穿这么夸张 要不然说 现在面试的人啊 就发疯了 很好笑吗 怎么 穿这么夸张 还不让人说了 就是 不是 我这小黑打官一边 能这样议论我 这么没见过是你 还有牛仔 你说什么没见是呢 是不是就是你了 道歉 给你道歉 你知道我是李莫萱什么人吗 李莫萱 我不仅要拿回证据 我还要 鸣玉扫地 哎 快放开的 别打了别打了 别打了 放手 你弄疼我了 我就不放 周子恒怎么会喜欢这种 泼妇一样的女人 莫萱 他们非要打我 我们可碰到没碰到你 我说我刚才打她 她真的不够熟太用热了 好 给你走 不好意思二位 你们可能没法在那面试 这人谁呀 看起来和李总关系非浅 一看来就是小三呗 哎 就算是周四行的女儿 也防不住老公同吃呀 你不是说帮我偷周子恒公司的资料 你来我公司应聘是干什么 我要是不来公司找你 我偷了资料怎么给你 再说了 就你们公司门口那些人 他们还骂我 他们还骂我 周子恒都没骂我 你再这样搞事情 你就滚 是吗 哎 看来这李总对我的诚意 没有我对李总的诚意 他要优务 就是你从周子恒的偷来的 那当然了 这家公司 他想在产师建了产业 所以正在到处找人呢 哎 我跟你讲了 如果你们比周四恒快又不找到他 并且与他敲定合作的话 你肯定了一大 忘了 这是我估计啊 就凭你的话 应该没有办法快步 我没他快 这些年我在海市也没办法 临时大部分的人脉都在我手 喂 替我找过人 周四恒这招倒是好用 李莫萱为了尽快找到这个人 肯定会动用他在临时里勾打的那些人脉 好了 搞定 约在了夏梦酒 那要没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先走 你记得 事成之后 变三 我的人脉刚刚发布到 这个老板是个好色人 什么东西 他好色跟我有什么东西 任务大人专程 这不就是个老板 任务 李总 这么突然联系您还请您见谅 老许 你看得起我 是我的荣幸 我们还是希望您能考虑一下跟我们吕适合 那呀呀 我们先吃饭吃完再说 先吃饭 李总 李总 周四恒安排的这个人怎么没事 周四恒怎么还给你安排了好色人事啊 本来是想做得真一点 好让李博轩 后期组号对我下手 我也没想到 那是周日年呢 这 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是我的秘书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 没 李总的秘书 非常好 闭嘴吧 来都来了 西药做全套 快露住我的药 不敢了 我都不敢了 你们 好好好 我考虑考虑 我干了 你们随意 你还考虑 不考虑 不考虑 直接合作 直接合作 李老板 就是爽快 来 我敬你 李总 拜拜 你周四恒从哪里找来的 你这也太难喝 你怎么办 你明白 我找你来是为了让你勾引这个老板达成合作的 不是让你直接去跟他拼去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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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 坐好 你去 你不让我去 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碰他 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碰他 注意啊 注意啊 你没想到夫人 你来啦 跟你讲 我今天喝了好多 我第一次知道 我第一次知道 这 这么能喝 你也知道你好 周也我没想到夫人 我让他来你这上班 是因为他说在家里无聊 想找个事情 之后要是再让他来救 周是在你家里 周也我 那家里有没有屈 他只会逃不掉 老公 我跟你说 我今天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莫轩 警察你相信我了 你要保命 好 不能和别人说 等到我拿到证据 他就一定得付出代价 好吧 到时候 我把地给你 我们也就两不相亲了 不 我觉得 我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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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么苦啊 你昨晚说那么多事 当然得放心给他换一换 我老爷 哎 哎 不喝完不去上班 哦 现在可以走了吧 等一下 我昨天已经联系过那个杨总 你和李莫轩的合作啊 成为 为什么 合作怎么就成不了了 那如果那样的话 李莫轩还怎么信任我了 你这个小笨蛋 这么容易成功 李莫轩啊 才会怀疑事情的真假 他这个人 狡猾的狠 你刚进公司就帮他谈成生意了 他只会怀疑 对你俩更加方便 懂不懂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你以为 他为什么带你去见那个杨总 他就是怀疑你 他想看看你们两身 有没有其他的关系 那我喝什么酒啊 我 喝了那么多 不过也是啊 如果想取得李莫轩的信任的话 好像还真得慢慢来才行 当然得慢慢来 哎呀 我没心情要上班的 现在 不想上就别上了 这个拿着 去商场逛一逛 就当是我没提前告诉我 给你的赔罪 好不好 这家里什么都不缺啊 买点什么好 哎 我记得有一家服装店不错 我要是给只穿西装的 终于好买那个外的副的 我要穿这回是什么样 就这么定 真好看 朱姿恒 看我对你多好 温沫 温沫 怎么 没钱之后 品位也该查 是啊 哎 这朱姿恒还给了我黑卡 说什么 让我随便算 我如果和周子 和我们说我过得这么惨 都是拜你所赐 你朱家大小姐身份 还能不能的 你 早就听李二说 她的后妈 是个没有眼光的贱户 今天这么一看 还真是啊 邹爷要是早认识我 你觉得你还会有这么幸运吗 约见你 怎么 你还想跟我躺地位 周灵啊 你怎么不给周子 不能介绍介绍 就你还敢基于我爸 我没有 他乱说 就你这个贱人 周爷也就是玩一玩 如果没有他 你可怎么办呢 没有他 没有他 我可就是海市的首富了 他如果死了 一场都是我继承了 葵墨 这话你都敢说 你就不怕让我告诉我爸 不用你告诉我 我就在十分 不用你告诉我 我就在十分 爸 他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但他说的没错 倒是你 我以为上次的事情之后 你会收敛 没想到 还是这么无可救养 周爷 你让我们搬家 实际您搬过 这个商场 我已经买下来 以后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想让哪些人进 哪些人 他就进不了 以后我的商场 不允许这个人进来 适合办 慢慢来走 走 你让我 很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剑 我 莫莫姐 嗯 爸爸说的对 可我跟那个人真的不太熟 我没想到他那么没地方 我下次将会一定会注意 莲儿 你怎么能叫我姐姐呢 你是为了淘宝你爸姥姥 就是乱个辈子嘛 那啊 灵儿 你呢作为一个小辈 不懂 我作为长辈 会好好教你的 是 主要是我们现在还不太熟嘛 等姑奶奶回来了 我们一起去家庭旅行 相信到时候啊 一定会说起来的 温默的事 先别告诉姑奶奶 啊 好 原来说奶奶还不知道他们结婚的事情 那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 这么会装 难怪周四恒看不清他的真面 我们走吧 哎 你穿这个不是挺显年轻的吗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吗 我还给你成的 这可是你第一次给我卖东西 我三二那是 死亡 绿总 这一次的合作真的好谱吗 咱们上次都要签合同了 临时放红歌 上次没成功 这才证明他从周四恒那里脱了的资料是真的 不是骗的 这次要请他中层级 这次我要请他中层级 把客人坐 你干嘛去 我去办公室给李总送茶 李总已经走了 哎 你怎么不懂呀 他呀 是想让我故意去找他 然后 这批资料的日期不是他刚进临时的时候吗 他竟然转手就卖给敌对公司 我没想到 喜欢逞英雄是吧 我倒要看看 一会谁还敢起名跳 走吧 谢谢 慢点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了 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我不太会跳 没关系 跟着我的脚步就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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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š 你刚才跟周四鹏的女儿那么逊 你就不怕周四鹏来对付 我怕什么 不是 他办的是慈善无鬼 结果他女儿还在这霸凌红穴 他要是知道 我估计他还得感谢我 再说 这地坑说是什么慈善无鬼 结果你看 他起来的全是一些名媛和少爷 不知道这是慈善无鬼 还是作秀 骂得没错 刚才你把朱莉二他们关在厕所揍的时候 我就在买 帮我叫老师的人是你 有善意是好事 但是一定要学习宝 wenn du 做人家玩具罢了 哎等等 抓到你了 没想到 你在我办公室干什么 那 当然是为了给你送茶了 我不在就算了 你这破椅子刚才还欺负我 害得我放茶的时候撒了一脚呢 你看嘛 都红了 你也不知道心疼我一下 长得真相近 是吗 但是 你可比他近多了 李莫轩 我既然能见过你们 那你去抓你钱女友就好了 可是他不爱我 他爸当了那么多人 你把我像条狗一样去 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原来你心里一直是这么想我和我爸 枉费我爸那么栽变 为什么呀 那你为什么还惦记他 因为我爱他 可是他跟你 我神经 李总 周小姐啊 什么 李总 周小姐 什么 你赶紧走 别人看到你快 你让我走干什么呀 你让你助力把他赶走就好了 李总 周秋真已经在楼下了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走 我讲到公司内部账号 你都公司内部账号干什么 你都有我从周自衡那拿来的证据 我却没有你任何把柄 我必须得拿到公司内部账号 这样的话 我才能清除你的地举一动 好好好 我答应你 你赶紧走 行吗 快 老王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来找你 你就不准备见我 怎么会不想老王的 最近太忙了 罗子恒 怎么了 你还推这么特上了 不需要药 不要 帮我 我在李莫萱电脑里找到了 他转移财产的证据 你想怎么做 忘记 不要 我现在想要一家 足以吸引他注意的公司 我想让他把所有遗产都转进来 不再给他转出去 这样的话他就会知道 被人欺骗到底有多痛苦 好 你想做什么 我都会帮你 我这样对你会不会太不公平 我就给了你那么小点滴 我可是你老公 当然你帮你了 跟亲力言 你只需要待在我的怀里 你想做什么 我都会帮你 谢谢你 您就是周灵儿小姐吧 今天见到您才知道什么叫美人 我叫张婉 是新来的员工 温莫她为什么就在这 她不是您和李总的好朋友吗 好朋友 是啊 我们天天都能看到她跟李总肤腺大背的 而且每次一到办公室聊天都要留好久 灵机密这是什么意思 背着周子恒和李莫轩旧情复燃 要是我能抓到他们偷情的证据 莫轩这么优秀的人 确实会招到一些不长眼的人 你也知道 我不能天天来公司 我 如果您相信我的话 我一定帮您天天盯着她 您好啊 我叫张婉 是跟你同屁进来的同事 嗯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 以后一起吃饭可以吗 怎么了 这么刻意接近我 恐怕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吧 反正我在公司也要装傻白天人事 那就陪她玩玩吧 好呀 反正现在在公司也没有人够了吧 谢谢 莫莫 我今天晚上突然有点事 你可以帮我整理一下文件吗 这不太好吧 没关系 没有重要文件 拜托了 蹤 或者把手挡 小姿 你还在讲哪 他怎么来了 你来这 你要不怕被李慕萱公司人话相吗 我的老婆答应我八点就回家了 现在都十二点了 我是不是该来逮人了 不是我跟你讲啊 我在这个公司 装的可是傻白甜人设 嗯 那给人生理资料 傻白甜 嗯怎么撞了 我看了 哎你干嘛 文莫 你竟然还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要是李总和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看着怎么办 你是怎么搞的 啊 资料全是错的 你上班不外脑子吗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我昨天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就找温墨帮忙 没想到做什么都不会 我 你居然找温墨 他送不了才来公司呆着的 所有人都惹不起 算了算了 赶紧去处理 处理不好 这件事你来负责 你也是的 怎么找温墨呀 熊大无脑的 他怎么可能知道资料的问题 也就是你人好跟他走得见 结果让他帮个忙还帮得准 你们别这么说他 我昨天还看到他男朋友陪他一起加班呢 他也挺不容易的 很恐怖 是啊 他跟他男朋友关系可好吧 所以 他跟米总 应该只吃 什么关系吧 我天啊 怎么可能这是单纯的关系好 他肯定是有男朋友 还给米总当小三面 就是 我们刚刚暗示的还会明白吗 我们 对不起 我不知道啊 妈咪 你们这样就会吃 公司近期需要一个大型艺术展的设计方案 如果做得好的话 升职加薪 相反 如果做得太差 就会被取决 有谁想参加 李总 我想参加 李总 我也想参加 就他 他能做出什么东西来 这么重要的事 万一做不好啊 就连李总都护不住他 文木 你参加这个做什么 参加之后升职加薪呢 要靠卖屁股吗 李总 我跟文木是好朋友 如果他想参加的话 我可以帮他 李总 你看 我好朋友都说帮我 好吧 如果做得太差的话 我可不会吧 继续上班吧 莫莫 这些是这次策划的文件 你看一下 谢谢啊 张婉 你人真好 那当然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你干嘛这么好心帮他呀 你忘了上次的事了 大家都是同事嘛 砸着两年前的资料 看你怎么赢 你在做什么 怎么资料上的满足得吃 那哪是资料 这是一堆垃圾 我要做一个策划案 不完的话我就得从美式离开 但现在这些资料全是错的 一点同学都没有 怎么 专专业第一 专业第一就这么被难入了 你怎么知道我专业第一啊 我之前查过啊 嗯 但是时间过去的太长了 我也害怕 好了 有什么不懂的 就问我 我是你老公吗 对啊 可差点忘了 找我海誓风向的男人就在我身边 为什么最近一看到他就心跳加快呢 周大太 你还是先解决我个男人吧 别闹 我知道你看的资料你看完了 没没看完的话就别来打扰 哎 哎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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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最早开始了他准备一下吧 好 这怎么可能是他写的 他怎么可能写这么好 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凭什么还是比不过的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好了 大家进一进 在众多员工选出的方案里 扶摇清云上等方案 获得了甲方的一致口 而这个方案的制作者就是 张婉 恭喜你啊张婉 谢谢大家 张婉 这明明明是我的歌 你们收拾你的吧 你的 这 这可是我好像好几个页做出来的 当然是我的策划 是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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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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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别太过分了 就是平时看你这么蠢 怎么可能策发出这么好的方案 好了 文木就是活动 出去 我那么不一样 你走 文木是您的好朋友 您不会包庇他 闭嘴 干吗 我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 就凭你 你怎么能想得出这种策划了呢 这就是我的策划 你怎么知道 李总 这就是你们公司的实力 一个从里到外抄袭别人的方案 抄袭 您再说一遍 李总 这个方案是用好几个大牌方案堆起来 表面上看的光鲜亮丽的很 可一旦落实这抄袭的罪名 想摘都摘不下 您听我解释 这个方案 好了 我们刚刚收到WZ公司的策划 远超所有公司 这次合作取消吧 长官 你给他抄袭的方案给我 那个方案 十个莫多了 嗯 哎呦 这 可是大家刚刚东西都拿了吧 我还是你动的 好啊 你仗着你是李总小三你就诬陷我 你们 你们都是传统好的 你什么胡说什么 李总 他背着你找别的男人 还在公司乱搞 弄这样了你还要护着他吗 我的夫人 怎么就成小仔 周妍我 既然那天晚上你再给我 为什么让我的夫人帮你周妍赴掉到身边 是你 可是温暴明明跟李总关心 怪不得招聘那天 温暴大喊大叫 不可以是的样子 是啊 原来李总是这周妍的两夫人啊 看来最近我的手段太温柔了 把他拉下去 还死你超贵的 周妍 是周妍让我这么做的 虽然您饶了我吧 拉下去 是周妍 周妍 周妍 哎呀 周梁啊 看来我这后妈她就是能当啊 是之难以 我在哪里想 应在知识 公司和老婆都管理我 你管我 你要应该 再让我的投资亏计了吗 你不知道 周妍 我不知道公司在乐成这些语言 我一定会处理好 我 我会干 我 是谁处理好了之后 哦对了 感谢女婿这个时间的照顾 你 我 我 我 就拿下这么大的项目 肯定在海市名声大早 这李莫轩啊 想注意怎么办 会的 终于介绍了 跟我看看 这么好的项目 拿去坑人 有点可惜了吧 你这个老狐狸 你还能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这个 可是我去奔得李莫轩的策划书 你看啊 你们的张文 他到时候拿着那个假方案 上交 以后一定会被假方发现吧 然后我呢 我就拿着这个 以WC公司的名义 绝不绝 我这样 既能让张文栽个根头 又能让李莫轩注意到我这家新公司 怎么样 我这个不错吧 非常棒 非常棒 好了 下回应 可以去睡觉了吗 太快了 好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当然是 主动出击的 走吧 走吧 你来的还挺准时的 愿美开口相约 女秀才敢来迟 唉 看来公司向路失败的事情 让他又开始防备我了 哎呀 那都是周子昂教我这么做的 他非得和我说什么 要给张婉长的教训 不敢再欺负我了 周子昂为了给他一个教训 就拿我的相声去 怎么呢 我不值得吗 他的手啊 你可就是完全不管我的死活 哎呀 我再跟你找别的公司合作不就好了吗 哎 今天成功把合作拿下的那家公司 你有印象吗 那个叫WC 对 就是他们家 哎 我听说 最近这个周子昂 正在为他们公司发愁呢 我听说 他们公司 好像是在海市有什么自己的渠道 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动用过周子昂的关系 你说 你要是跟这家公司合作 岂不是你就可以搬到周子昂吗 周子昂这么宠 你就这么爱他 我这不是为咱俩以后铺路吗 怎么了 不喜欢 喜欢 不过还是更甚至想起来就好 所以暂时我们还是先别联系他 为什么 这件事情发生了 对你我俩的影响都不好 况且这次李氏死之惨 我要出国谈个相 等WC彻底得到李莫轩的信念 也需要一段时间了 慢慢来也挺好 那我就只能助你去 沿路上帮了 这鱼终于上钩了 对你 这为什么 你真的不要 他看着是这个 在这里 他去看他 真的没有 他就啊 你真的不如说 你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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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醒了 你是谁 跟你两个亿 离开朱子侯 离开朱子侯 难道这个女人也想当周夫人 好啊 没想到周智恒有了我还敢在外面沾花惹草 看我都气死他 我说三里 少来吧 看来你是要霸着他不放了 那当然了 周智恒哎 他那是什么种的BTM训练机 我要是跟他在一起 不岂不是 你 行事放大乖章 他才是瞎了哑了才找了你 姐姐 我现在青春正好啊 我嫁给周智恒那个老男人 我才吃亏呢好吧 姑姑 你又在不闹什么 姑姑 姑姑 你又在不闹什么 姑姑 你又在不闹什么 姑姑 我都不闹什么 伤了 对 妈 完了 最后她 你真是老树皇城 开了个电爱老的花 气死我 对你来说 我就是ATMG的做的手 对你来说 我就是ATMG的做的手 我不是 我以为 他是来勾引你的女人 我想让我不一气气他 我没想到 藏武哥哥还真是年轻 我一听到你被绑架 我立刻就赶不过来 结果你在这儿调戏帅哥 我不是这次 这个酒吧 营业不正规 要狠狠状格才行 周姨 你不会吃醋了吧 我 我吃什么醋 行 你没有 我乱说的 既然你最近没工作 那这段时间 就给我去周氏当助女 手被你乱了 我才不要呢 我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你会感谢的 你会让他站了半个小时了 才半小时而已 就心疼了 以后周氏大小宴会上 作为主人 难道站半小时就要坐一下 周姿恒 你找了个不知道从哪里冒起来的女人做周家夫人 那我就得把她调教成周家夫人该有的样子 作为我们周家媳妇 为照顾做饭是基础中的基础 是 姑姑 姑姑 先生 石头苍 谁 我没有说你了 你最近不是很爱吃吗 我准备时间太久了 我就没 我去这么做 哦 哦 哦 我去 欢迎先生回家 先生 我觉得是 哼 哼 竹子棠 你干嘛 你你你别这样 我哪样了 地上这么亮还不穿拖鞋 老公 哎呀你这工作太辛苦了 来吃点水果 点上瘾了 点上瘾了 没有 嗯 老公 说那个事呗 嗯 要不你还是让我去做蛋糕了 不是不答应吗 我现在答应了我实在不想在家改善你让我去吧 哎 那你得好好想想怎么讨好我才行 嗯嗯 你又怎样 坤墨 送水果给我 我去叫的 嗯 你 嗯 姑姑 这周家的夫人 天天在家做下人该做的事 这不合适吗 那她还能做什么 她什么都不会 她不会又怎样 我又不在意 你 木奶奶 爸爸他是真的喜欢温墨 甚至都要把他调进公司里去 要不您就宠权他们 休想 周子恒在家怎么宠他我不管 但是他别想进公司 周总签个字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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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好痛啊 快快起来 没事吧 没事就是有点痛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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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哎呦呦 痛的话就上医院 这不好别回来 哎呦周总不要走 不要 嗨周总 你又是人呀 我是妙珠夫人给您安排的新秘书呀 嗯 秘书哎 秘书好啊 你回学之后 把周总金班拿来所有的行程 最大的安排表 我凭什么是你的 不是你是你的秘书 这个感觉啊 周总是不养仙人 秘书 怎么样 我秘书吧 不错 你看不上我安排的人就算了 你怎么能真将温默安排进公司 姑姑 温默她有这个能力 她有能力 她的能力能大到替你打开海外市场吗 什么意思 看看你面前这份资料 这个女生的父亲在海外可是数一数二的人 这个女生的父亲在海外可是数一数二的人 和海外的芯片市场合作是周式的计划之一 和四月结婚就能成功 你难道一点都不心动 不 我已经有温默了 周四豪 我现在是以周式集团董事的身份警告你 你为了一个女人妨碍周式前进的道路 你觉得众多董事会受手旁观吗 有我在 就不会有人伤害到温默 周四豪 你还记得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吗 你自己亲口说 周式在你手里会比在你父亲手里强百倍 你现在连一个女人都不肯放弃 明晚的餐厅最后的机会 你好好离家 你要干嘛 姑姑 我们聊聊 你要说什么 姑姑 你不喜欢我 我理解 但是姑姑你也不能把周式作为筹码 去胁迫周四豪去取个他根本就不喜欢的人吗 你以为周式是什么普通的集团吗 他在海市处立百年 明暗通吃 进程人的婚姻已经是最小的牺牲了 周四豪为了你 连这点都做不到 他凭什么当周家的找权人 我 温默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与众不同吧 你特别只不过是因为你长了一张跟年轻蜜相似的脸 高级高级新婚快乐 什么意思啊 没想到我爹还有审美这么在线的一天 四小姐 静运系 斯文败类 还是个大叔 我是来想告诉你 我已经结婚了 就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吧 周四豪 那戒指是我在苏福笔上花三千万拍卖下来的 换文可好看了 四小姐 我来这里是想告诉你 我已经结婚了 并且我没有另取的念头 至于你这枚戒指 我会以双倍的价格赔偿 我们这样的家族 结婚离婚都是一笔生意 可你却在谈感情 你要是拒绝我 与海外芯片的合作 你就别想谈了 我不需要用婚姻来谈生意 是吗 那你姑姑还不是求着我跟你来相亲 你说话放尊重点 思悦 不过是因为你长了一张跟林清蜜相似的脸 林 林清蜜 如果是那个林小姐 我倒是勉强能接受她作为周家的夫人 林清蜜在海市都富有盛名 只可惜啊 她跟她父亲不幸丧生了 自恒曾经对她很有好感 只是听闻她有喜欢的人了才作罢 她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所以她当初救我 她用的条件娶我 也是因为她喜欢我 就算是贵为林家大小姐的林清蜜 在我这儿也只是看看入眼 而你除了一张脸 对自豪有什么意义 让出周夫人的位置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她说的对 我现在连林清大小姐身份都没有 跟她也只是协议的关系 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事 阻拦她的事 有我在 就不会有人伤害到温墨 不行 周自恒帮了我这么多 我也一定得帮她才行 你好 我是周自恒的夫人 温墨 我听说周自恒的太太 不仅教总欺压家里人 水性洋花 今日一看 好像确实如此 月月 你给温小姐道歉 你谁啊 我凭什么听你的 哈布什海市 最近新冒出来的 江市公司的总裁 江北远 你们是这么认识的 我知道 你过来相亲 我特意查了一下 思月小姐的资料 我发现啊 这江北远是她前男友 这不吗 带过来 修复感情 江北远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不要我了 我要跟你说多少遍 我跟你在一起 只是为了利用你 我早就受够了 你的大小姐脾气 江北远 不要后悔 我已经彻底 跟月月分手了 你能放过我爸妈了吗 月月 你不能因为赌气 就拿自己的婚姻 开玩笑 开玩笑 你凭什么说我在开玩笑 我要嫁的人可是周子豪 你不是受不了我大小姐脾气吗 我现在找了一个又有钱又有权的人 她一定能包容我的一切 周先生是很好 比我好 可海市所有人都知道 周先生心里只有温小姐 也没这么夸张吧 月月 是我错了 你爸爸用我父母的生命要挟 我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 我不想因为我的无能 让你陷入这种两难之中 月月 你这么好 应该有一个全心全意爱你的人守护你 而不是我这种懦法 不允许你这么说 这个人就是你啊 但我爸妈老了 他们经不起折托 不然这样吧 你们私奔吧 私奔 我觉得可以 对啊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彻底摆脱四小姐父亲的控制 怎么可能逃得过他父亲的追查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周氏横跨黑白两道 懒个人不成问题 不过呢 你们的边三 得由你的公司作为抵押 你的父母也不用担心 会由我们来照顾 只不过这样一来 私奕就不再是富家千金了 而你好不容易建立的公司 也就没了 这笔交易你做吗 不行 公司可是你好不容易自己建立起来的 你都能为了我抛下身份 我当然也该付出一切 这样我才能配得上 可是 这枚戒指在公司建立的时候 就想送给你了 月月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胡闹 我让你跟人相亲 你却窜个人私奔 周子恒 你脑子跑哪里去了 不是我窜头 是斯小姐本来就心里做事 现在有本事了 我没办法说你了是吧 周子恒 你别忘了 当年我本可以拿着股份就走 不同家族斗争的昏睡 我是看你可怜 怕你受苦 才叫你扶上周家家族的位置 可现在 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与海外市场的合作 你还有什么脸面站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女人 我们周家告不起 我们周家 不用靠家族联益来我的地方 而且我不问莫 绝不理会 胡奶奶 这一切都是问莫的错 要不是她很差一脚 事情不会变成这样 胡奶奶 你跟您就 没声咋咋的气了 周灵儿 你给我闭嘴 你为了她做这么多 她又为了你做什么 姑姑 我已经拿到了 思维屋学前属 与周氏合作一项书 一项书 你还满意吗 嗯 一项书 你还满意吗 一项书 我拿我的股份 威胁我爸签的 我说如果他不答应和周氏合作 我就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股份 通通都低价售卖出去 谢谢你问莫 是你车局让我爸看到了北远没有放弃一切的样子 虽然他嘴上说让我出国深造 结束以后再跟北远结婚 但起码他已经没有那么强硬了 我也相信我和北远能真正得到爸爸的认可 那是因为你们的感情够坚定 不像你 我 只是自己的私信而已 我明白 你喜欢周氏合 所以不想将他让给任何人 我没有 爱一个人是自私的嘛 但是你调房的周灵儿 你听我说 他在外面委屈 说你不善待养女甚至做风阻诈 我一听就知道 他就是想借机教训你 又是他 他真是惊惊一感 幸福 还是女员圈 其实一直都把周灵儿当作 周子恒的同养齐 所以才对他那么恭敬 可没想到 闹出来一个女 同养齐 说起来 仔细观察周灵儿对我做的这些事情 他好像确实不在意我和李莫玄如何 更在意我和周子恒 难道真如思悦的时候 谢谢娘思悦 你可真是帮我个大忙啊 不错 还真是有点没卖 这都是我跟那个事 不过 只不过 我最近怎么听说 周灵儿 你怎么在外面说 自己是周家不养齐呀 我 我没有在外面穿过 我是周家的同样戏 你闭嘴 等下再教训 之前是我看走样 要不是你 跟海外合作的事 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 姑姑 但是这个意向书 我们不打算用 这什么意思啊 其实啊 我们早就决定放弃合作了 因为我们决定 自己开发研究芯片 自己开发 那岂不是费时又费力 说不定还竹篮打扯一场空 姑姑 只有自己掌握了芯片的开发技术 才能不受制于人 多有时间 带您去研究中心看一看 相信到时候 您肯定会放心的 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不愧是我周家家主的做派 无论如何 这次温莫帮了你的大忙 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不用 我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姑姑放人了 去吧 我也得找两个帅哥放松一下吧 我不用藏目 你不用 那我 周灵儿 奶奶 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动了什么外心思 给我打电话 说了一堆谎 就是让我回来 替你解决障碍事吗 我没有撒谎 布奶奶 是吗 那我明天 宴晴海市众名媛 亲耳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不奶奶 我只是被温莫欺负了 找朋友诉苦 我没想到他们会穿成这样 周灵儿 我警告你 既然你已经入了我周家的题 成了周自衡的女儿 就别再生什么旁着念头 否则 就给我滚出周家 看来 孤奶奶这条路是短了 这些日子下来 反倒是让周自衡 更看重林亲密了 不行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对 如果林亲密和李莫山乱搞的事情 被发现 你叫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解除合约吧 我们解除合约吧 为什么 请你喜欢上我 做真正的周夫人 你说什么呢 亲密 四月和江碧院的事情发生以后 你却经常走神 是不是他们让你想起以前的事了 我就是在想 是不是我自己真的不好 所以我才会遇见那些 我 我 之前明明那么坚定地喜欢过一个人 结果我得到的全是背反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真的不好 所以才会遭遇那些 这 这 我想过很多种表达方式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应该把所有的都给你 只有这样 才能让你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个人 重视你胜过所有 包括我自己 我不觉得你这样 年轻宜 请你喜欢上我 做真正的周夫人 可以吗 一起靠边 浪漫的样花 哦 呀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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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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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林欣蜜这个贱人竟然喜欢李莫轩 为了他背叛周自衡 必须得找个机会让周自衡心眼看 这样他才会知道 只有观想听话的机会 才最适合 在事情解决之前 我不会再打扰你 你怎么看这些 你怎么看 你怎么回事 你来我回家干什么 你胎记也是很重 你这么美 这个胎记反而给了我一种真实的 脖子后面是什么 你来我房间干什么 这是我的房间 对了 你最近是不是听说到什么了 这话什么意思 你跟WC合作 已经被周自衡知道 他现在想要跟WC合作 那你说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你这种肯定 你怎么还够好 谁让你最近总忙着跟周自衡抢生意啊 不理我了 哎 这要我说啊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加大投资 把WC合作的困住 毕竟这个资金相同的情况之下 谁不想更自由一点 你说 立刻做一份加大对WC投资的方案 明天就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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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好好感谢 我的运带 我该怎么好好感谢 我的运带 这怎么回事啊 爸爸 我可是亲眼看到小妈走进来的 所以我才叫你的 再说起来 小妈呢 怎么贵呢 这里只有我在 是吗 听说小妈在公司和你相处得很好 我以为 她故意来找你聊天呢 小妈 小妈 你干嘛躲住我们呀 够了 你到底风天成了呢 我怎么可能跟小妈待在一起呢 我又没想那么多 大家都是亲戚嘛 亲戚 亲戚 没亲密 你没事吧 我以为我真快死了 不会 我不会让我出现这可疑 来 有没有哪里受伤 有没有哪里受伤 没有 出头面去 刚刚李沐雪要紧我脖子 然后我 然后我 他动了 我去找他 我别去动他 难道你还喜欢他 没有 我 你拒绝我 是因为李沐轩 你拒绝我 你拒绝我 是因为李沐轩 想哪儿去了 我不让你去找他 我是因为他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设的区 我刚刚避开了 他没碰到我 你拒绝我 你避开他 你不是说为了复仇 什么都可以吗 反正我又不是因为你 原来 你避开他就是因为我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今天 我每个岁吧 就此人 没想到老男人还挺挺浪漫的 约什么会啊 姑姑今天叫我们去吃饭 姑姑说他晚上约了两个男模 去泡温泉放松一下 让我别打扰他 今天晚上就我们两个 我们一起约会 细节 我们分别 怎么是你啊 你来这叫什么 爸爸见到我不开心吗 爸爸 跳了吗 這可是 敦墨的選擇 你是不是要找敦墨 你知不知道 敦墨一直在背著你和李莫想亂搞 周子豪 我才是最愛你的 你對我來說 只不過是一顧下屬的女兒 敦墨才是我的女人 可她永遠都不會喜歡我 她來周家只是為了報仇為了惡心我 她把你奪走也是為了報仇 報仇 連青衣為什麼來找你報仇 你青衣為什麼來找你報仇 你怎麼知道問我就是李青衣 回答我的問題 我 我剛剛說錯了話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李莫宣當時的能力 怎麼可能痛得下整個理事 你說 你在中間起了什麼作用 說 說我掐死 我只是動用了周家在暗處的事裡 幫你莫宣洗了民家的氣氛 是 不是你說 周家的人可以隨便我擁 周子豪 你親密就是故意的 他都是為了報仇我才故意你的 我才是最愛你的人 你別痴心冒想了 你告訴我 我莫在哪兒 我把他 賣 你 周小姐說讓我賣了你 但沒說不讓我先嘗嘗啊 周小姐說讓我賣了你 但沒說不讓我先嘗嘗啊 老實在 這小娘們跑哪兒了 別過來 這回我看你往哪兒跑 別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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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不來晚了 我請你 爸爸 你今天好不好看 我的寶貝女兒啊 就是最好看 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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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爸爸 三八 三八 清明 做梦了是不是 周瑟恒 是你 我刚才梦到我爸爸 清明 都是我的错 是我太子梦周璃儿 才让她用周家在暗处的誓言 去上海 和你父亲 如果我当初管束她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当初 当初你们的学校 举办过一届自身舞会 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你 没想到周也 对一个学校的舞会这么重视 居然拿出了自己亲手所的面具 毕竟是慈善舞会 当然得重视一下 走吧 那次舞会之后 慈善舞会的时候你在 你在 我在 那你当时亲眼看她巴黎同学 你没管 对吗 清明 那是不是她凭借周家 事例害死我爸的时候 你也没管 对不对 清明 你听我的解释 我不想听 她也让我不敢相信 我原本以为你们和别人不一样 我现在看来你和他们都是一样 你们就是一球之后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你不想看 滚 你给我滚 我不想看见 滚 走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总是在我觉得要幸福的时候 又让我深陷痛苦 你们现在全都没有制裁 已经全部转走 并且先提成功 那个公司怎么能一夜间间不见 我不知道林总 钱全都炒进去了 要是拿不回来 公司可是货产了 你们这样子资产呢 怎么会没有应急资金呢 您知道的 林家的一半财产都是隐藏资产 前两天还被人披草 你 谁 我 我 文莫 好久没用这个身份跟你打招呼了 李莫轩 你真的是 我的前夫 你好 你不是跳楼自尽了吗 我要是自尽了 怎么让你把我家财产一点一点躲出来 李莫轩 李莫轩 现在破产滋味你也尝到了 那个WC公司是你的 难怪你引用我一步步把资金都投进去 我当时真的没有小孩 而且当时你爸那件事情也是有误会 你还敢听我爸 误会 你逼得我家贵人王还让我搭破产的时候想过去是误会吗 那你是你爸逼得 你什么 他没什么错 跟你结婚之后 把公司交给我大了 被你也却偷偷转移才着 不就是不相信吗 哎呦 你不是也看不起 你就是个疯子 我是个疯子 那也是你逼 哎你放开 啊 李莫轩 我当年在舞会的时候 竟然还会觉得你是一个新盛又正确的 我真是瞎了眼 还慈善怎么会 结果啊 连我这种求人兴趣的资格 公司有什么急事 目前还不清楚 但公司管理层的人已经在等 走 是你帮我爸的 走 出人的玩具吧 哎等等 抓到你了 喂 是你先招惹我的 放开我 你去啊 你去再点多远 我让你在海市活不下去 你去再点多远 我让你在海市活不下去 你去再点多远 你老婆 她是我 走 走 走 你怎么把我给你了 来人 把她扔出去 你怎么会来这儿啊 姑姑把我骂了 怎么可能 她怎么会骂你呢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姑姑说了一遍 姑姑说我蠢 说我连一个女人的心思都搞不懂 我一个纵横青海的人 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呆板无趣的侄子 她先是误以为你交纵周灵儿 认为你当初和李莫轩一样都是骗她的 又知道你曾经喜欢大小姐的她 现在她早已经不是当初的自己 自认配不上你 所以心里肯定会有落差啊 听明白了吗 姑姑 我不明白 你还不明白 也怪我 当初想打压她就剩了那些 反而让她心里更加痛苦 现在你听明白了 换去解决 那样 难怪三十多岁才是高老婆 姑姑不行 你还要解决我 秦敏妍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我在意的是你的本身 不是你林氏大小姐的身份 林青你 你可真是爱她 老婆是这里 你来了 对了你 要是你当初找到我周灵儿根本不可能狠心把我当初 对了你 老婆是这里 你来了 我为了引起你那个老婆的注意 她对你一点心思都没有 你认识她 我是破产的埋葱 可我手里还握着很多陷害林建人的证据 他们不敢脑子 脑子不想 天青 许能主用我 周灵儿 你不是出国了吗 秦敏 我是从姑姑那逃出来的 求求你能不能在周则恒那提我说几句好话 让我留下来 你知道姑姑的提醒 我一直跟着她我会死的 周灵儿 我要不是看在你爸当年就了周则恒的份上 按照你的所作所为 我早就报警了 你怎么还不是做 我是不会帮你 你不帮我 那就别怪我 很想 周灵儿 你要是把我杀了 你也跑不了 你还得搭上一条人命 合并 我都已经这样了 我还在乎这些 林清明 我们同在海市场吧 你从小就压我一头 所有人都在夸赞呢 林家大小姐长得像秀养 品节高尚 这些就算了 可为什么连我的男人都围着你转 周灵儿 你可是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收手 我从小和父亲住在周城 看着周则恒一步一步一步走向高位 我父亲为他挡枪而死 我痛苦 只被我高兴 这样我可以一直陪在他身边了 所以 周则恒的女人指的是我 周灵儿 周灵儿 你怎么扯过来了 我一直派人保护你 别想到 被迪玛选拾 你们走 你们不许走 周则恒 你的眼里难道从来就没有我吗 周灵儿 你以为装的温柔鲜熟 就可以隐藏得中 吞灯无厌的心 只可惜 在当年的慈善舞会上 我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从今当起 你和周家 对吧 我杀了你 放开我 我说过 你离我老婆不远一举 你 我要你死 小哥 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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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有事 来人 来人 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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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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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能睡 听到没有 亲密 不要害怕 有她在 她 她也有什么事 她不会把我 好 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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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他怎么样了 周园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在苏宁有时间 没办法确定 夫人 我们还得回医院 您把公司证据文件整理一下 咱们这就出发 知道 你 你 这个面具 他怎么会用 难道和我跳舞的凌事周慈何 管家 这边去哪儿来的 这个 这是周爷亲手制作的 周爷之前的那个面具丢了 于是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在哪儿丢的 应该是周爷作为校董 巡查学校是在舞会上丢的 我们当时还找了好久 没找到 那这厕所呢 舞会上替我解围的人是周四号 你刚才跟周四号的女儿那么炫 你就不怕了 周四号来对付 我怕什么 不是 他办的是慈善无悔 结果他女儿还在这霸凌同学 他要是知道了 我估计他还得感谢我 不好了夫人 公司出事了 走 既然达出了洞时 那么在周一醒来之际 就由玲玲 赞索公司事务 现在 所有的一切都要回到中国 谁说的 哪条路才是正轨 我周妙珠还没说话呢 姑奶奶 你不是已经出国了吗 你跑了之后 我就接到了自衡的电话 料到了你的狼子野心 于是立刻回国 在此我宣布 周怜儿已经被自衡 从周家家谱中除名 同此跟周家再无关系 既然姑小姐已经发话了 我等病人尊重 谁才是真正的外人 现在还不合算 我刚刚查到了一份报告 报告上写 你和周总 没有真正 我还查到 周夫人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WZ公司的背货头 这个WZ公司 之前和抢子们周氏 不少的生意 胡说八道 你敢说你不是吗 我甚至怀疑我帮你 全是命 对 姑奶奶一直神通广大 难道会不知道 她就是WZ的麻烦 WZ可是我们公司的死敌啊 公司绝对不能落在 WZ的手上 还是周灵儿有利息 周氏集团的事物 外人就不必在场 来人把他带出去 放开我 怎么了 你们连这个也没关系 我连私商就给你 周家自印 不仅能管理公司事务 又能管理家族事务 这下 各位该有判断了吧 董事长 董事长 我绝对不允许 全正回来 你竟然报警 很快你一开始没有拿出信号 原来的等警察 李莫萱 所有的事情都无我记忆 你再想说 这也对自己 来人 把他们给我带出去 快走 不然来不及了 来着了吧 一个月了 警察坐不越来越严了 算吧 要不 我能自首 自首 我能够学不认这个命 既然他们都交责呢 好 不是 我不就他今次不够杀了 别别动了 别动 他成了我最爱的女人 我该死啊 你根本不爱你 你想杀了公子 不就是嫉妒 亲而一起就可以得到一次 没有如何 周雅 杀了周藤和熊 别 别想 discord 你动手 还真 只要 留意 样 都 你 很 是 您 词 没想到 我都要吃死了 我很失聪明 不是一个随便 我才是坐在这里 是你 周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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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一个人来找我 否则我会带周四华一起死 你见死墨墙 夫人 周四人定位找到了 快走 周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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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担心死我 由猪 你担心死我 我在想 小美 你又 这 你 你 帮我 周四 你 我就杀了你 我的脸 我没有 我没有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就杀了 他爸 我就谁杀 林紧密 你这个贱人 不在乎还有死亡 我们要再伤害个纪念 少子豪 因为在爱你的人是我 一直陪在你身边的眼神 为什么这么论是这一面爱人 爱是不可以施舍的 我只喜欢林紧密 你清醒一点 我 只喜欢他 喜欢他 周子豪 既然我是你 好吧 我就死在你们的手 我知你们两个人 永远都能够在一起 我嘛 走 我 是不是 从我们 我 发生了 什么 我 都是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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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邀请他跳舞 他 他可是周爷 自从几年前通知所爱以后 就再也没跳过舞 是吗 我真是太遗憾了 这位先生 他也要请你 当然 怎么觉得我身体不好 不让我住呢 现在好了吧 谣言满天飞 只是把你藏起来了 我想放弃 贵击多多了 今天晚上 我就让你知道 嫌弃一份男人 嗯 没带劲 什么代价 啊